好 这一季我们来关心两会的进度 中国大陆的两会在这两天登场 这当中的政协开幕会 还有人大新闻发布会是重要的看点 不过今年比较不寻常的就是 这个发言人宣布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不会再巡礼 举办闭幕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了 这让2023年3月13号 在李强接替了李克强出任总理之后 会见中外媒体也成为他本届任内 唯一一次的记者会了 好 事实上我们带您稍微回顾一下 从1993年开始 人大通常在会议之后 都会有总理记者会 而且是常代化的执行 一直到了2023年 那么可以看到历任的总理 从李鹏开始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等等 甚至乃至李强 都会在这记者会上面留下他的身影 甚至会有一些金句甚至景欲 现在没有记者会了 我们来看到纽约时报怎么说 他认为现在是结束了一个 长达30年的原本该有的一个传统 那么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针对这个没有记者会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 本届全国人大几年之后 也不会再举行记者会 那他特别针对外界担心 为什么没有记者会 他说是各界担心的都是没有必要的 好 来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 这个记者会本来说是可以稍微 亲近这个总理来聊聊总理 然后也刻画总理未来的一个目标等等 现在没有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我认为对于这个总理的记者会 可能认为在今年或者明后年 他这个总理记者会开比不开 不开比开好 那就是说他可能会面临很多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是他们不希望 总理的层级去直接面对的 那因为总理事实上他主要在谈的 他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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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经济 金融财政建设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因为我想大陆现在这个 整个对国际情势的一个研判 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大陆 内环境跟外环境的挑战是空前的 那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对尤其跟美国关系 还有跟整个西方的 那么会面临一些这种 尤其在金融方面财政方面 还有一步就是内部市场的改革开放 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这些资本的开放部分 它面临一种几乎是一种贸易金融 还有财政战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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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面 所以我觉得很多部分他们应该是不想把自己的这些想法讲得太明 或者由总理这个阶层来讲 有一点阴锤定音的这样子的这个 那讲完以后他就没有一个回旋的空间了 而且把他的政策的这个透明度提到太高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准备打金融战 准备打贸易战 甚至科技战的一个整体布局的一部分 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也有说 就是说各个部会首长的 所谓的这个这些通道 首长通道还是开放的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中 这些部长是可以接受访问的 那你如果遇到他 你可以去接受访问的 那另外还有他们就是说 这一些领导人他到了各个开会的 这个所谓的下饭到团组 那比如说有各种不同的这些 委员会或者说地方的代表的会议器 那可能这个就是说 李强或者说习近平本人 都会下去到团组去 对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一些政策的 那样子他就有主动性 而不是在记者会的时候是被动 那被很多这个记者来主动提出问题 站在一个被动的角度 而且我看美联他这个 在选这些记者的部分 他也会显示出来 他在外交上面的一个先后顺序 比如说塔斯社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美联社 还有法新社 那或者日本共同社 或者怎么样 这个因为时间短 周少生多 那这个就会给很多小国的国家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就说 你这个是我们第三世界领袖 结果你老是跟你做对的这些大国 你才让他这个记者有机会发问 我们这些小国 我比如说衣服皮亚 我跟你关系这么好 为什么不知道我问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种会议 为什么这种记者会开与不开 我想不是单一因素 是很复杂的 不过主要因素 我觉得还是因为 就是说整个对外 因为总理 那么很多重要的政策 他讲出去没有回旋空间 而且讲出去的 造成影响比较大 所以他把它拉回来 到所谓的首长通道 这一块 让各个负责的专业部长 直接去面临记者 如果说有一些要跟动的话 总理他还有一个回旋空间 他可以说上面还有另外有意见 是 针对经济上面 中国政府接下来 会来掌握主动权 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是 金融科技贸易战等等 因此许多的经济政策上 还不太适宜讲得太明白 那我还可以定位说 这个没有记者会 等于是拔掉这个 李强总理的一个大舞台吗 可以这样解读吗 孙委员 对这些想尽各种办法 鸡蛋里挑骨头的 西方媒体来说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们过去从各式各样的 这个蛛丝马鸡 就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进行推论 包含李强不搭专机 改搭这个客机 他们都认为说 这是因为李强不敢跟习近平 有同样的待遇 所以代表李强越做越小 我觉得其实 当然西方媒体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种讯息听听就好了 可是对于这个两会之后的 总理记者会 其实中国大陆应该是从1988年开始第一次 当时的总理是李鹏 后来89年跟90年 因为89民运事件暂停了 然后91年又恢复 然后一直到93年开始成为常态 一直到今天 那么外界为什么这么在意 这个总理记者会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都认为说 所谓的两会的相关的议程 是早就定好的 公开的 一切就是照章办事 心理如意 所以如果要打听更多各式各样的幕后讯息 或者是一些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 那只有琢磨在这个总理记者会 所以外界的媒体都认为说 这个总理记者会就是中国大陆 面对这个外国媒体的一个重要窗口 而且过去在执行 所谓的这个总理记者会的时候 他们来的记者 跟我们那个总统记者会不一样 他们来是六七百个记者 六七百家媒体 不像今天台湾 台湾今天这个蔡英文开个记者会 大概来也不至于来一百个 中外记者会大概都没这么多人 这个媒体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那么在这个记者会里头 几乎过去的惯例 就让他问好 问饱 问满 所以总理记者会有开过两小时 到两个半小时的 就是非常的长 那么而且大部分的时间 都开放给外国媒体提问 所以外国媒体会认为说 在这个总理记者会里头 是打探中国消息最好的机会 就借由这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 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其他的讯息 或者是幕后的一些政策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喊停 我的想法其实跟大使非常雷同 因为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未来不管是两岸的问题 中美对抗的问题 经贸的问题 科技封锁的问题 也许中国大陆并不想这么早 让对方摸清楚 他的底牌是什么 那么甚至也不希望 在这样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又不愿意告诉你更多的资讯 反而变成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好像变成说我回答不出来问题了 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 与其造成让外界可以提早掌握住 中国大陆针对这些事件的 一些动向跟布局和想法 还不如就下放到部长层级 因为部长层级问的绝对就是事务性的 那就不用讲了 每一个部长只能回答他自己的那一块 对于国家的整体大政 对于中国大陆未来要怎么样因应 中美的变局怎么样因应一波一波 来自于美国跟他的盟国 对于中国大陆的围堵跟围剿 这些东西中国大陆现在显然 并不想让大家知道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操作 当然你会给外界 有心这个见缝插针的人 再一次的渲染 这个李强跟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些渲染可以随着时间来证明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显然是经过精密的评估之后 他认为在此时此刻 不要掀出自己的底牌 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但是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担忧了 当他不愿意掀底牌的时候 代表未来的这一年 恐怕不像往年这样了 那他可能有一些惊人之举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私下的布局 那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不愿意在总理记者会 都让大家掌握到 我觉得台湾就在他的旁边 台湾绝对不要掉以轻心了 不掀底牌 接下来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要更加谨慎 特别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预期 超出预期 就是喊出经济增长率是5% 比较好奇的是强前交主编 在这个国防的部分 他新增的是国防预算 增加7% 会用在哪里 其实这个7%的预算 跟过去比起来 增幅并没有太显著 当然其实以目前大陆 他整个军事发展来看的话 他其实还有相当大量的装备 需要换装 他现在大概是已经进到 就是之前算是他们新一代兵力的 换装的尾声 因为像过去我们台湾大概在 1996 97年开始进入 换装的高峰之后 他们从2005年开始 也进入他们的换装的高峰 然后这些年来 他们把旧的战机 基本上来讲 大家都太除了差不多了 但这些飞机还是要有新的装备 来替换他们 像大陆的话 也还是持续的 要造新的舰艇 来替换旧的舰艇 或者说他们之前造了一堆056 把它移交给他们的海警 然后来把这个能量腾出来给海军用 所以就是他的装备 现在化的部分还在进行中 当然现在这段时间到了一个尾声 当然其实他现在为了要指引 他开始包含在他的一带一路 像比如说他可能在巴基斯坦 或甚至于在非洲的这些基地 而且他们甚至于目前感觉好像也还有在开辟第三个海外基地的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又有包含了这个新一代兵力的这个换装 还有包含海外基地的新开设 以及现有海外基地的这个维持 甚至于规模可能要扩大这个情况下 它的这个7%的国防预算的增长 其实并不会太离谱 或是太有任何突兀的这个地方 但是像他们现在的这个造船的这个计划中 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也就是说他们从这个过去 这个跟这个当他们认为蔡总统在这个九合共事这个答案券上 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之后 陆方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开始建构他们的海空三七联合登陆 特别是两栖登陆突击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造了三艘两栖攻击 他们现在越造越多 那这些其实反而是我们需要去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们未来在海军那个兵力投射跟快速突击登陆能力的提升上来讲 是不是已经到了我们应该需要警戒的那个地步了 谢谢主编 好 关心完这个军事上面的国防 我们来看到的是两岸关系的部分 这一次李强他在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 涉及台湾的议题其实没有两岸没有太多的琢磨 那比较特别的是有重申求二共事等等 不过这一次特别是删除了这个和平统一这四个字 那还罕见的提到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请教介大使如何看两岸关系它现在看起来 从这个报告中是冷处理 也可以反映现在政府的态度吗 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最主要李强在这两会的 在这个两会工作报告 它主要重点在经济 那我觉得这一次因为这个两会 之前突然发生了这个金门的壮传事件 造成两岸的关系紧张 我觉得大陆如果在这个目前如果在这个会议 在这个场合比较强调台湾问题 感觉会失焦 对 就会把这个焦点会把它放到它经济以外 那可能并不是它开这个会的本意 所以它还是比较坚持 要把这个会议的主轴放在经济上面 所以它在这个台湾问题上 它没有什么比较大的这些不同的变动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变动 然后我们也看到和平统一的 删除和平统一 对 和平统一 那么这个字已经没有了 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里面提到的这个 维护中华民国根本利益 这个字眼又重新出现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反对外来干涉 好像也是过去没有的 就是说大家就自争俱拙 在里面发掘这些问题 不过就是说没有太多的 让你太惊奇的一些变化 我想主要就是说这个 不想把这个整个台湾问题 在这里面凸显了 变成太强细的议题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 因为在二月中的时候 才刚开过中共中央的 涉台工作会议 那王沪林里面有一些讲话 那我倒觉得那个里面 最主要讲话的就是说 本来是坚决反对台独 那后来改变了坚决打击台独 我觉得反对跟打击这两个字变得最多 这两个字的话倒可以看出来 中国大陆可能就是说对台湾的工作 对台独这一首硬的一首会越来越硬 那不过就是说这一点也正好就是说 我觉得民进党尤其在选了这个 主张台独的这个赖清德 来出来竞选 那当选了以后 这个是大陆就必然一个反应 对那当然如果说赖清德 他执意要走台独路线的话 那我想他就会把整个台湾 绑架到一个跟大陆 那么对撞 没有一个 没有转环空间的一个余地 那这个我觉得台湾内部 应该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我们是不是要跟着赖清德的台独路线 跟大陆做一场 不计代价的一场豪赌 那这一次事实上 你看金门的这个撞船事件 戴清德还没有上任 你可以看出来民进党已经是对撞的姿态了 那对撞的后果 我觉得他们是不太在乎的 那就留给大陆去决定 那大陆已经从这个 不反对变成要打击了 我们就看他将来怎么用打击的方式 谢谢 谢谢大使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点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